現在跟我們一起連線的是公民行動影印記錄治療窟的嘉峰 嘉峰你好 大家好 嘉峰這裡要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一個重要的社會運動的消息 今天我們要來關注的是目前還在交通部前面經做抗議的多道收費員的相關議題 他們為什麼會在這個交通部前面來經做抗議 主要是因為說這群頂著烈日寒風在收票亭當中 重複著機械室的工作的前國道收費員 他們陪伴的台灣人走過了40多年 但在國道電子收費成立之後他們被裁車掉了工作 那包括國道電子收費員的遠投電收以及公部門 他們有承諾說要替他們來轉制他們的工作 到目前為止其實國道收費員的製救會裡面 仍然還有581個人是正處在失業的狀況 其實這個議題我們在之前跟大家做過討論 我們當時也知道說不管是交通部或是遠通也都做了一些承諾 就是要去讓這些國道收費員可以轉職 那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國道計程收費在今年全面啟用電子化之後 推動電子化的遠通公司在與高速公路的管理局的契約裡面 曾經有承諾是說要吸收全部的收費員 並且要協助他們來進行轉職 而且要給他們工作上的一些保障 可是從民國95年到現在 已經有將近200名的國道收費員 他是被迫離職的狀態 而且卻只有幾十位的收費員是成功被安置來轉職 所以另外遠通電收在6月6號他們在四大報上面有刊登了一個廣告 是宣稱說他們已經有完成了246名的收費員的轉職的工作 也有指出說現在尚未接受到轉職的一些收費員 他們都是因為個人的因素 當中人數有是89人這個部分 那訴求國家安置的部分有121個人 因此他們是無法來為他們來做轉職的動作 所以他把問題最後丟給國道收費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遠通他其實說他會做這個轉職 那事實上看起來他們好像也有一點點盡力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可是為什麼到最後我們看到國道收費員 他還要去交通部去高工局 甚至也跑到遠通電收去做抗議的這樣的一個舉動呢 其實在今年3月國道收費員就已經有到高工局來做過抗議要求轉職 而且當時其實就看似好像有這樣的開放職業的動作 可是實質上呢在媒合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百般刁難的一些情況 所以針對遠通的說法呢 國道收費員他們是做出了這樣的回應 他們是說呢 他們指出現今次救會裡面的772位的會員裡面 其實有226名的會員是訴求要保障工作權的部分 然後前後是有寄送的純正信函來給高工局跟遠通電收 那他們是主張說呢選擇轉職願意退回補償金這部分 那他們是說因此需要轉職的人數並不是像遠通在廣告上面所說的 是456位 而是682位是需要轉職 那上位呢 接受轉職的收費員的人數也不是210位是436位 所以我們其實不只在報紙上面看到遠通他提出了一些數字 其實在這兩天在網路上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遠通提出來的這個工作項目 其實這個整個勞動的條件或是待遇其實是非常非常差的 那所以除了去關注這個人數之外 其實在這件事情上面我們有什麼更多實質的這些問題 或者在勞動的這個所謂的面向上面 我們必須要在同時去關注的呢 是的 因為其實遠通電收過去在安置作業上面 其實是常常以用限制媒合次數啦 或是面試上的一些刁難 還有假職缺這些部分 還有甚至到最後到職之後有一些差別待遇的情況發生 所以讓這些東西讓收費員是相當的不滿 他們是批遠通說呢 他們是為了要省下將近有4.2億的這樣安置的費用 所以經過抗議之後 他們改以這種假媒合充數字這樣的策略呢 進行企圖是要規避官方所定下來的 在6月30號的一個安置期限 如果跳票之後所要進行的一些罰款動作 所以他們認為說管理單位高工局 不但沒有來提出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之外呢 反而是在5月9號的時候來協助遠通電收 開出了這種259個 治標而不治本這樣的一個職缺 這種做法是根本在替遠通來做護航的動作 其實今天會議中很遺憾的並沒有特別的結論 因為我們在4月1號的時候 就曾經跟勞動部還有交通部協商的會議中 就已經說過了 我們希望由交通部來安置這些收費員 為什麼 因為交通部是他們的原來的僱主 遠通其實跟這件事情並沒有關係 而且遠通其實事實上 他提供的職缺都是在百般刁難跟收入收費員 所以我們要求的是交通部一定要開出職缺來 做好他原本就顧住已經的意義 其實如果要去算這樣的一種 所謂的工作上面的一些資歷來講的話 其實這些國道收費員在過去 曾經有很長的 例如說很長的一段的所謂的 在國道工作的經驗 如果假設真的是要安置的話 這部分會被計算在裡頭嗎 其實失業這些國道收費員 他們平均年資都有到13.5年 而且最資深的甚至有30幾年的年資 可是卻因為這樣子 政府要節省人事成本的一個僱用政策 所以被區分為各種不同的類別 那在收費員的結束遭到解僱之後 不論年資 他們收費員全數都是只有領到7個月的薪資 來做補償的動作 所以無法來領到跟自己年資 有相當對應的一些年資的補償 所以國道收費員在昨天11號上午 進座了64個小時之後 他們召開記者會 也舉辦了一個動作 是要來協循交通部長葉匡石 而且他們都要衝進交通部來 要跟葉匡石葉部長來做一個成型的動作 可是部長沒有出來回應 在警方的阻擋之下 收費員還是退回到他們交通部的後面 來做進座區裡面來做進座 我想這陣子國道收費員還是會有持續非常多的這種行動 這個行動其實是非常重要 而且值得我們去關切 特別是我們沒有辦法把它單純的當作是一個交通部高工局 或者是跟遠通這樣跟這些工人們之間的衝突 它除了這些面向之外更大的一個問題 恐怕是臺灣的這個所謂的OT政策 以及這種所謂的高速公路國道民營化等等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去關切的部分 今天非常謝謝佳豐來接受我們的連線 謝謝佳豐我們下禮拜共同再會 謝謝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關心桃園航空城計畫 引發的相關爭議 桃園航空城計畫去年底在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部分通過 將部分涉及爭議的陳情個案與規劃檢討 交由專案小組處理 6月9號營建署再度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場外人集滿百位陳情民眾 由居民組成的航空城反破千聯盟 與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團體 在營建署前表達暫緩審議的要求 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秘書田奇峰表示 桃園縣過去兩任副縣長李昭之 葉士文都沾上草地案 任內結合縣議員鄉長屯地草地皮 為了提高建幣率 容積率蒙私利而推動建設工程 桃園航空城的計畫本身只是借口 草地才是墓地 台詢會秘書王寶宣則表示 桃園航空城案件 涉及五千多億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可能造成財團貪污與更多弊案 而且犧牲桃園縣居民家園和土地 讓將近三千公頃的農地轉變為建地 根本是標準的滅農計畫 接著讓美喜來關心 松菸護術占領行動相關事件 松菸護術占領行動已經是第五十天 護術團體持續舉報遠雄違法運輸土方 並要求環保局裁罰 五月五號 遠雄針對已經到期的土方清運期程 申請第二次環差分析報告 要求羽土清運計畫展延八百九十天 委員決議六月十一號補件再審 周邊居民連同里長與護術團體 則在會前召開記者會 要求環評大會在遠雄針對違法行為 繳清罰款前 無限期退回環差報告 而針對審查決議 有條件通過清運期程延展 台灣護術團體聯盟發言人潘漢江澤說 環說書上針對清運土方的說明 根本沒有遠雄所謂工作日的算法 如今環保局更改計算方式 等於回頭修改環說書對清運期程的定義 他批評 這就像是一個人開快車把人撞死後 政府卻修改法條讓他可以合法開快車 實在是荒謬至極 最後是巴西氏族賽相關議題 2014年世界盃足球賽 預計6月12日在巴西開幕 而作為開幕戰城市的聖保羅 6月5日卻爆發近萬名地鐵員工大罷工 然而這不是巴西近期內唯一的一場罷工 5月27日世界盃比賽地點之一 巴西第三大臣薩爾瓦多的公車司機 也因為加薪談判破裂罰起罷工 同時聖保羅市的教師和市政工人 也發動了上萬人的遊行示威 要求更合理的薪資條件以及改善教育制度 他們共同的訴求都是 向政府爭取改善勞動條件 並且質疑世界盃預算編列腐爛 要求將資源優先投注於改善各種公共問題 另外為了維持治安以及整頓示容 今年年初 李約熱內魯警方就以打擊犯罪為名 執行了一連串掃蕩貧民窟的武力行動 並強制搬遷了一萬九千個以上的家庭 面對都市生存空間緊縮的狀況 無住屋工人運動組織MTST發起了抗議行動 他們號召上萬名抗議者遊行示威 並在聖保羅球場附近搭建帳篷 佔領空地包圍球場 自行舉辦人民的世界盃比賽 MTST的工作人員馬利亞向媒體表示 當政府告訴我們將舉辦世界盃 我們希望這能改善我們的生活 然而他們是為外國人舉辦 而不是為了巴西的人民 MTST表示 市族結束後 抗議人將持續下去 以上新聞是由請您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 MT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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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ST